歡迎讓沒有學問控制 繼續擴大 總統 邀請十一間台海校長 來進行回答 校長建議心理公正的團體 請做政府跟學生對答 馬總統表示 他跟學生的對位大門 沒關係 也答應會建立 溝通的平台 馬總統 今天的報告也會再度來 交開記者會 有了發揮的問題 馬總統邀請中安 議長翁齊惠 還有 台台校長楊潘池 都在十一間台海校長 進行回答 要聽出各方的經驗 懷怒這項校園 會影響到學生的扣押 大家學長建議 心理節無當前四菜共進團體 接受政府跟學生 兩者特性共識 讓學生能夠和平結束 無不如日夜都思考 我們學生在這邊安危 那也無不如日夜希望 我們學生可以盡早回到校園 面對這些年輕人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期待總統用更寬容的態度 是不是可以 再想辦法用一些管道 那麼再跟同學來接觸 校園一個一個公建員 馬總統最小聽 參加的官員包括 經濟部長張家族 陸委會的主委網務預期 和付接解除富貿的情依 在三點鐘的會議結束了後 馬總統也接受校園的建議 要由官方和學生 和推牌五名代表 來建立交通的北台 聽做相互對外交流 馬總統今天也沒有 在校園記者會 可能會對學生拿出兩款 服貿協議感到條例 還有校園公民 反正會議的訴求 作出回應 記者綜合報導